枪枪三人行 渣老师今天这是要办事 好久没见马先生 从来没见你这么厌过 这么大红的衣服 不是我主要是听咱们导演毕丰说 说在咱们枪枪纪念15周年的时候 马先生表示了一下 说我第一次跟马先生做节目 就说了一些很生猛的话 生猛到了 马先生觉得直接刺破了他的胸膛 所以我今天准备赔个不是 给你申请揉一下被刺破的胸膛 就用这种色情的手段 给他赔个不是 说当时马先生特别的羞涩 我都没看出来 因为马先生生了一对 特别温柔和和善的笑颜 我都没感觉 害羞的看不出来 没看出来 但是马先生表示 希望渴望有一个机会 再跟扎老师在这儿交流爱情 真的吗 是这么说的吗 对对对 公共话题 对对公共话题 但是现在的公共话题 爱情还是要以这个黄金做基础的 我跟你说 扎老师看见你这声 我就觉得你是配合我们今天这个 对特地特地话题 对吧 没有调戏男人罪吧 没有 以后会有的 以后会会会会 真的这个特别提神 我这说实话 我这其实我平常真的没有这样的衣服 这是那个就是奥运会的时候 有一次是那个有一个女的 我现在突然想不想 叫刘什么 她得了点游泳冠军 我是平常是长年从小游泳的 我就特别注意看 那个希望有一个中国的女的得奥运冠军 叫刘什么 我现在突然想不就来了 那天正好是他们找我去做直播 我就当天早上就去买了一个 就在那有一商店专门给老外买那种中国式的 我就买了一个大红的表示 庆祝一下 那天直播我就穿了这就穿了这一次 说起来还是为了奥运 给中国加油 给那个女生 给那个女游泳冠军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穿着这个 上这个金铺去拽一拽 很和谐 我在挂了耳环 就缺这个了 就你穿这个了 我给你们两位看看这两天我们的一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 这是什么 这就是现在国内金店 你看那服务员 直躲 吓回去了 抢 你再看下边 你这要 交钱 拿号 才对 拿号才能买 国内的金店 香港的金店基本上买空了 国内的听说也见底了 现在就是说 我看北京一个菜摆就截日卖两个亿 全人 就是业内预测 十天之内 中国投资人 惊吞了十五黄金 就是真的就买的这个黄金多少呢 三百吨 为什么要直接买黄金呢 是怕金价下跌 你就都不知道 两个礼拜之前 金价狂跌 金价狂跌 而且他们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金融大鳄 就是中国大妈 中国大妈 你知道吗 把这个金价买涨了 本来跌嘛 现在又涨起来一点 我现在才明白 那个微信的圈里边有这么一个段子 说中国大妈怎么怎么样 我当时都没醒过过来 是跟这事有关系 买黄金 这个据说据网上说嘛 是这个美林公司是操作的高手 就是要要把这个黄金做空 对 好理赚钱嘛 对 那这边还有一个强势团体 是被他们平时忽略的 这些人平时看不出来 一看他便宜了 这帮人就冲到金店里去了 就是在这些天大概是花了 据说上千个亿 上千个亿 这是他们就说 有人说这次金价大跌是华尔街 什么高盛啊 就是是阴谋 就是美林 他们现在要做空 但是他没想到 等于出来了一根他们对赌的群体 就是中国大妈 原来他认为正规军可以互相交战 人没想到出来轻杂账里全是游击队 这全喷出来了 喷出这么多人来 受不了了 你说这个金呢 哎呀 我觉得他们就分析 你看啊 一般什么东西跌 就是买进 这需要有一定的投资眼光 投资意识 这些大妈 他别的东西跌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买 但是你发现没有 金子 人们有一种特殊的崇拜 心里觉得金子他跌了 咱们一定得买 因为金子好像他将会永远的值钱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心理 那肯定是这样 是这个金子的这个价值标准 价值标准是全人类共有 不仅仅是中国人 西方人也认为 你古罗马古希腊都是那个黄金 几千年文化的这个积累呢 让人认为最固有的一种价值 是金子上的去体现 金子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就是避险 一旦出现社会极端动乱的时候 这个黄金就变得非常有价值 所以你看蒋介石 早说拿黄金 把大陆的黄金全拿台湾去了 那不是那个 二战期间都是那样 包括美国二战以后的储备黄金 他为什么后来放弃金本威 就是他储备的黄金不够了 他就顿时就关闭窗口 这叫外交辞令 叫关闭黄金窗口 什么意思 就我不卖你了 你就拿纸钞吧 有一个广告语特有名 挺煽情 叫什么 钻石横九远 一颗永流传 那是说钻石有多么什么 可能在中国应该是黄金横九远 那钻石一旦出事 就是我们说出事 是经济上的动荡 社会不安定的时候 那钻石什么用都没有 但黄金管用 你看上海 上海人就这个意识特别强 上海有一种东西叫小黄鱼 对不对 上海人老说小黄鱼 小黄鱼就是一两的金条 小金条 对 很多上海人在这个解放以后 就是这个各种运动当中 生活最低迷的时候 他能过着很优雅的生活 就是他老能掏得出小黄鱼来 不行就卖一根 对 你知道这 对 所以我想起这两天 有个视频 就是香港的一个 那个那个议员 黄玉民 在那那个大骂 他就属于说 香港少数人 反对向 红十字会 就香港 这个 这个 捐款 他在那咆哮 但是他咆哮当中 说了这么一个细节 就是说 他一个朋友的儿子 结婚 要买这个龙凤金手镯 没有了 他都被大陆人民 把香港的金铺都买光了 买空 都买空了 对 真是 其实那个 中国人是特别认这个足金 以前的那个戒指 什么手镯项链 都是黄成成的 就是讲究 一定要足金 其实这现代的这个品位 已经对这种足金的 已经不是太看好了 不不不 对于最基层的人 还是希望足金 是 他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民族得检讨自己 我们掺甲掺惯了 所以特别希望纯的东西 我们干什么都弄 很难弄到 你比如说我们说 黑牛奶这事 过去认为牛奶 不就从牛肚子里出了奶吗 那牛吃起来的东西都很可怕 所以现在他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一种纯粹的观念 我们是非常物质化的一个民族 又是农耕民族 对这种财产的浓缩 特别感兴趣 什么能浓缩 古今中外 那就是黄金 别的都不成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过去 我也是觉得这个金子 好像戴个大金镯子 什么觉得挺俗气 但是我跟你说 我最近去趟南京 这个除了知道一个谋杀案 一个不是杀妻案之外 我还有了一个收获 我到这个南京博物馆 我见到了他这个宋代的这个金氏 我觉得宋代要不说这个美学 是相当好 还有这个你可以看看宋代的妇女 这个金簪 这个金簪 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 漂亮吗 这个宋代妇女的这个金簪 那这雕的这些艺术品 你再看下边 所以我一下 你看宋代妇女头上 带这个金 桥形拆 一种拆 我还看到路由那个词里写的那种拆头缝 那种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那个北宋年间 就是那个前 就是南京出土的 长甘寺出土的 佛的骨的那个舍利 那个金棺材 你再看下边 这个里边装的就是当时这个佛骨舍利 地宫里边这个出土的 这是纯金 所以既然买金 你往下看 你看 拆头缝 拆头缝 这好像是明代的这个工艺了 你再看下边 金 既然大家现在买金 我们就给大家充分看看金 再看金 再看 这个我要跟你讲 乾隆皇帝 这个多少枚 16枚还是13枚一组的这个边中 这个你再看下边 哎 这是马先生挑的 故宫里的 金 纯 纯金的 这是多少两来的 这个是16公 19公斤 论两算就带大了 19公斤 我刚才给你看 38斤 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边中啊 那个纯金的边中啊 我说乾隆 你看啊 中国曾经多么有这个金 多么有钱 乾隆是学康熙 康熙为了表示我现在国事强盛啊 康熙就住过这么一组金的边中 他是他是铜溜金的 这是纯金的 但是呢 康熙用的是多少 这专家在这 一万一万多两的这个黄金 然后到了乾隆六十大寿的时候 他也住这么一组 也是用的一万一千多两黄金 一万多两黄金 就彰显这个这是我现在多么这个富有 你说的是亮 可是我倒注意你刚才挑的至少这些哈 他这个金其实都不是我们现在感觉 金为什么变成一种爆花腹的一种象征 就是金光闪闪 而且真的是凿势 比如如果是一个一个戒指 那就是厚的 就是那种 比如说美老板手上戴一个大戒指 你就感 或者是美国那种黑手党 比如说他那戴上 你刚才那个都是很软的 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 很细的 并不是特厚的 而且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稍微有一点暗 不是那么亮堂堂黄成城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亮堂堂黄成城的 是我们凤凰卫视 电视 我们凤凰卫视 这监视器太差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二零一三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现正启航 请登陆官方网站报名 为你的美丽人生 天一段追梦里程 复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你借着说吧 不是 我就说 以前那足巾的戒指 有人说要 这马先生在这 就说你要养了一下 一定要软 有一点软 他才真的是足巾 要不然掺了别的东西 肯定就更硬了 我说的是那种质感 就是说真的特别纯的东西 特别好的东西 他往往并不是那种 给人很坚硬 就是没有任何质感的那种光 所以人就是说 就像太阳到了一定的时候 到了最美的时候 它其实是到下午 它是 我有一个朋友写一诗 他说这时候是 有光没有盲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没有盲的时候 那个光是真金色的 金黄色的光 那是一种 你很难形容 它其实是最美的时候 而我们现在的 我觉得这个审美价值 我不是说刚才那些 可能真的时候 它新的时候 就是那么亮 但是现在的审美价值 实实际上是 喜欢真的是那种 硬邦邦 光亮亮 亮光就是一拳打你头 打你脸上 告诉你 黄金的本色 一吨金 没有那么刺目 就我们至少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物 商代以来就没断过 都有各种首饰 打首饰是最多的 为什么这东西能说财富 它又干不了别的 那只能打成首饰 你比如我们看到 商代的碧串 耳环 都可以看到 那四千年前的 那么这一路走下来 你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黄金 有的铸造的非常好 像这个宋代 这都不算什么 从黄金的这个 这个角度上讲 都开始衰落了 但宋代 它非常市民化 就是它可以把所有东西 都跟你老百姓贴上 因为宋代 中国人还是活得很滋润 全世界最牛的国家 就是所有的GDP 恨不得都在这产生 是吧 外国人一来全晕了 说你这国家 怎么脑袋上 插的都是黄金呢 有钱呢 那当时你像宋代的时候 大量的酒色里 直接使用的器皿 都是白银的 银湖银湾 今天咱还真找不着这地 早上这地得看着 不看着就丢了 这个其实啊 这个我我看看 查了它资料啊 中国还不是金本位的 历史上 就是说中国还不是说 把黄金啊 把黄金看得最重的 还是从西方那来的 有牧民 甚至是对 你说的很对 草原民族 就是中国古代啊 讲究玉 对吧 中间出现过一阵黄金 一直到最后清朝的时候 这个丧权辱国的时候 你看赔款 还是用白银 用白银 它为什么呢 是因为咱们国家 是个平金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金融机构 叫银行 为什么叫银行 不叫金行 不叫金行 就叫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 严格意义上讲 就叫银子的行业 是这么个意思 它跟英文的这bank 完全不一样 英文的bank的字根 是低暗仓储的意思 我们的字根呢 就是银子的本 银子的行业 那么自打银行出现以后 原来的那银行 都叫银楼了 银铺了 就改名了 我们像一说银楼银铺 指的是打首饰的地儿 是吧 不用解释 但一说银行 是个金融机构 所以我们一直到 大清赔银的时候 就是赔款的时候 都是我给你黄金 没有问题 但是按银子记价 对 所以他们西方人讲的 就是说东方的衰落 就是讲的白银帝国的消失 指的就是清朝 对 我们关键还有一条 就是我们既贫金 还贫银 中国人特别亏 就中国弄的那点银子 全是用勤劳智慧 就你看中国人 到现在勤劳智慧 你看多大的老板 天天还就挣钱 是吧 不像外国人 还欠人一屁股债 还去晒太阳 所以呢 他挣来了好多银子 我们为什么吃亏 就吃在近代 就是让人拿鸦片换走了吗 所以啊 真是英国人 那时候要有纸币 我们就不怕的这事 我们把银子扣着 给他指 那就没事 而且你说这种啊 真的就是 当年这个西方啊 这个跨海航行啊 这个探险呢 很主要目的就是黄金 黄金 你记得这个就是上美洲 这个西班牙殖民者 这个都有个故事 叫皮萨罗 这皮萨罗 但是1532年到那 然后就说呀 一到那啊 这个印加王国的当时 那个皇帝啊 还坐着金轿子 来见他 跟他谈判 结果没想到 他就给扣留了 就中了埋伏 你说这个西方鸡贼 就中了埋伏 埋伏 然后就是说 你们印加王国啊 把要赎你们这个皇帝回去 赎你们的皇帝回去啊 我这有间房子 七米乘五米 三米高 你要弄黄金 把这个房子给我装满 结果整个王国 为了救他们这皇帝 就弄了 最后要不是西方人还讲什么契约 我觉得他们是被信弃 被信弃义起家的呀 当时弄了这个皇帝 弄了皇帝 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皇帝给绞死了 给吊死了呀 是 很多在美洲都是这么干的 那些印第安人 这简直你说起来一本血泪 是 你说他怎么今天 用一点小东西买一大堆地 对 你说怎么今天这个什么英国人 美国人给的感觉好像 挺说话算数似的的讲究 那你差了两百年去了 两百年以上 他不是生来就秩序好的 那美国最早印第安人都是先掏枪 谁速度快是谁的 一枪开出去 把人击毙了这些东西就变成我的了 没有法规 那是后面建立的 所以他们也是缺德那过来的 一样 所以我们是因为 我们因为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鸡贫鸡货的时间太长以后 几代人过去把这个记忆全部改变 你如果说你不如道光时期 我们如果翻起身来了 那好多人还是乾隆时期的 一老一生一说起来 我年轻的时候哪财产什么 他就还会有点这精神 但这一百多年就彻底歇了 所以现在重新建钱 我们这代人 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 全中国没有一个有钱的 你今天这么多有钱 还有富二代出现了 我估计在有 有些日子都富三代就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什么富二代 当代人就没一个富的 那最有钱的就是 毛主席国家主席 拿工资最高的一人 全家人都比他低 毛主席著作的稿费 对对对 别人都没钱 所以他叫富二代 那就是说父母才是富一代 富一代的意思就是 那之前就没钱 没钱 全是 你看美国怎么没有富二代 所以对黄金就特感兴趣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我记得 我小时候看那个洪云兵茶巢展览 就茶巢 茶巢说有金砖 我进去办他没看见 我说我进去就想看金砖 我那金砖呢 他说那金砖那不是在那呢 我一看 我说金砖这么大点 我认为那金砖就给钻头一巴巴 所以说他那金砖呢 就当时特徒就没见过这东西了 匠匠匠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扎老师 你看我今天看到你这事办喜事的衣服是吧 我又想起来 我这次这个在南京博物馆我看到就是中国呀 就说这个穿的这个衣服 他不但有金子的这个金饰啊 他还有这个服饰 我现在突然间他们现在都在聊什么中国品牌啊 中国设计 其实我才看到啊 这个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呢 穿的是很漂亮的 你而且我为什么这么比啊 他跟明代的比啊 明代的都显得臃肿 宋代的这个衣服啊 这个你我我看到那个山子是窄长袖的 你你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这个照片 我觉得今天你看这是抹胸 宋代相当凶肇吧 这记在后边的抹胸 他们敞开了两个领口 然后露出抹胸 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罐 这是这是不外乎就是绫罗绸缎纱啊 都是这个这些丝制品 你看这个袖袖口 你看这像不像今天的这个裙裤啊 或裙子穿上 你再看下边 哎这是我在这博物馆里拍的 哎我要告诉你 这是现在一个意大利名牌 你也相信 对吗 你看旁边是他的花纹 宋代的这个花纹 到明代 我反而觉得这个花纹就制式化了 你看宋代 特格格外的有一种啊 悠悠自在的感觉 你再看下边 你看 你说宋代这衣服 穿在身上 很漂亮啊 是吗 你再看下边 哎 这是就宽袍大袖的 而且我说的就是这种 你再再放 这种质感 你看这种丝制品的 这种质感 单一的颜色 但是它是里边充满了暗花 其实今天很多高级的这个衣服啊 它这个面料 也也是讲究这个 不过如此 闷骚形嘛 是吧 它主要是当时印染也不发达 因为你看这鞋 你现在的印染跟过去的不一样 现在的印染的固化能力很强 就不会褪色 过去的那植物印染呢 就是衣服都不能太过度的见水 很快就哨骚嘛 那么宋代的时候呢 它这个 它肯定它审美是高的 因为宋代审美是在中国历史上 不管是横向比纵向比 它都是基本上在高点上 所以它的整个的那个国事是不一样的 而且宋代还有一个特征 是其他朝代没有的 它是两套审美系统 一套是官方 一套是民间的 我们现在俗 大家都俗的一块 你不要说老百姓俗 整个这社会是俗的 你想哑哑不起来 这是一个消灭了阶级之后的中国 这个完全没有阶层了 大家都已经有几十年的这种 普罗大众文化之后 你看你说老百姓 接着那老百姓穿的恶俗不堪吧 你去看看那晚会上穿的叫哪样 一门一样 他是跟晚会学的 没错 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个一些美国朋友就问 这就说到我们同行 他说 他说你为什么每次晚会主持 都穿那个亮晶晶的那个礼服西装呢 后来我说我们都那服装师找的 他说后来我看你们的这个中国电视啊 他说我们美国男的 哪怕是奥斯卡奖 就穿礼服吗 礼服就是黑的吗 就打一个领结吗 说你们中国的主持人这个男主持人怎么一个个弄的 跟那个穿的是礼服 可是怎么跟马戏团似的呢 一身亮片 他不理解 这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一种西装 你们的男主持人怎么都穿的是那种 一身亮片的那种礼服西装 这是从哪来的 这是不是从港台来的呀 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民族美学的堕落 就是你看到的满眼都是这东西 现在我过去看这东西还生气呢 我现在一点都不生气 我看这东西就当马戏团战了 对 这事不就理解了吗 要不然你那品大的一个很装弱的 那人去的怎么都那样 但是你说他不那样 他就生存不了 你穿老实的还不成 就是我就觉得挺纳闷 我现在发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每每一路都不好意思注目了 没错 你看你看西方人 他确实是 他确实是